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瑜表示自己是多交朋友而非卖台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七天大陆经济之旅 目前仍在进行22日和23日两天 他先后造访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机构 继中联办 并拜会了两位中联办主任 报道说 韩国瑜在没有事先宣布的情况下 拜会了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 则在韩国瑜抵达当晚 为他举行了欢迎晚宴 接待规格颇高 地点是接待包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江泽民在内的高官的正式接待场所 新竹园 另外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澳门特首崔石安也都会见了高雄市长韩国瑜 不过 韩国瑜造访中联办的活动受到台湾舆论 以及香港泛民主派议员的批评和质疑 香港明报援引正在帕劳外访的蔡英文总统的话说 很难排除中联办是在制造一国两制的氛围 因为中联办是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机构 不知道韩国瑜是否具有这样的警觉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锤正表示 高雄市政府事先并未公布行程引起外界诸多猜测 因此希望高雄市府能够进一步公布会面情形 以示疑虑也让民众放心 报道援引台湾多位立委的话说 韩国瑜会见中联办主任不妥 出于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尊重 具有官方深圳的台湾高雄市长 会见中联办主任之举闻所未闻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管仲祥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这样的一个举动让台湾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中联办代表的是中国的官方嘛 不管是安排还是拜访 其实规格都和过去不太一样的 我想不太一样更大的部分是韩国瑜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 还是纯粹礼貌拜会 或者其他所谓内容 外界其实都不得而知 导致很多揣测与不安 苹果日报援引韩国瑜的话说 他在会见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时 谈的都是天南地北 像是过去的工作岗位 人生甘苦老婆孩子香港与高雄的未来 韩国瑜还说他怎么能带着老婆孩子 带着市府团队 还有在旁十位市议员的监督准备出卖台湾 韩国瑜还多次强调 他的港澳等地之行就是以经贸为主轴 只想卖水果水产 目前已经签署价值34亿台币的合同 高雄该站起来了 他说陆委会也好 其他酸言酸语也好 都是不必要的杂音 怀疑论非常无聊 对此管仲祥表示 但是这个是他自己说的 如果是礼貌性的拜访 就看违反不违反台湾相关的法规 如果没有违反相关法规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重点是 没有人知道他谈的是什么 因为双方三减七口 也不对外说明 这个当然就会引起很多揣测 南华早报还援引韩国瑜的话说 高雄的头脑要开放 广纳五湖四海的人要抓住各种商机 防港期间 韩国瑜大赞港珠澳大桥工程震撼人心 值得学习香港之行 满载而归 台湾苹果日报报道 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 日前受访时表示 先前他出访香港时 也会见香港特首 不管在香港或是中国境内 跟中国官员见面很正常 外界不必大惊小怪 逢中必反 然而朱立伦没有明确谈及 拜见中联办层级中国高官的内在意义 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郑雨硕对美国之音说 北京是非常看重韩国瑜先生的 两岸政策里头 北京期望能够不接受九二共识 不明显接受一个中国立场的蔡英文政府施加压力 韩国瑜的寒流是给北京政府一个机会 让台湾人看接受九二共识 接受一个中国立场是会给你很多好处的 在一个经济低迷的情况底下 韩国瑜两岸政策的立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得到北京政府的重视 最新报道说 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印表示 澳门在两岸关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可以为高雄与大陆交流合作发挥桥梁作用 苹果日报说台湾政坛人气高涨的韩国瑜常说错话 这次港澳行期间致辞似似乎就有明显失误 例如他说不单位于阿尔卑斯山 有网民因此挪于他是鱼躬移山 韩国瑜还说高雄与澳门之间没有直航 不过他后来澄清 他的本意是要增加两地航班密度 加大彼此交流 韩国瑜接下来将会访问中国大陆境内的深圳和厦门 28日返回高雄 以上是穆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台湾艺人欧阳娜娜近日因为被台独陷入风暴 虽然中国官方昨天表态不封杀 但近日颁布实施献鼓令 令欧阳娜娜主演的古装剧《大主宰》又遭卡关 何时才能开播仍在未定之天 被誉为大提琴美少女的18岁台湾艺人欧阳娜娜 自3月21日上午的一则电视报道起 陷入台独舆论风波 随着他本人的澄清声明和父亲欧阳龙的媒体回应 两岸网络舆论持续发酵 并逐渐由中国政府机构官方微博加入战场 事件起源为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 3月21日早上7点15的一档招牌节目 每日文娱播报 节目当日介绍了中国演艺圈五大刊之一 《美丽佳人》杂志的新一期封面 然而吊诡的是封面内容原为包括欧阳娜娜 文奇、关小彤和张子峰在内的新时代四小花旦 但节目中欧阳娜娜在每一张合影中都被裁掉或以马赛克挡住 欧阳娜娜近日北上发展不仅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举行独奏会 更以女一号身份出演偶像剧 参加多档热门综艺 累计了1400多万微博粉丝 在微博明星势力榜的港澳台榜单上排名第二 3月14日 《美丽佳人》杂志曾在微博Tag欧阳娜娜 宣布她成为下期封面人物之一 众多粉丝前往留言支持 然而仅仅一个星期后 北京电视台不寻常的操作却使这期杂志成为了欧阳娜娜被全网追骂的导火索 欧阳娜娜4岁开始上音乐欣赏课 5岁半开始学钢琴 6岁时由大提琴老师廖美英起盟改学大提琴 7岁的时候进入台北市纪儿童交响乐团 以大提琴主修第一名成绩 考进台北市立敦化国民小学音乐班 11岁时获得全国音乐比赛国小组大提琴独奏冠军 并以特优第一名保送师大附中国中部音乐班 12岁的时候成功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奏会 成为台北国家音乐厅有史以来年纪最小的独奏家 13岁时考上了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 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2015年自该校修学改为在家自学 2018年6月14日 18岁的欧阳娜娜确定于9月重返校园 入学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 成为她的偶像约翰·梅尔的学妹 2017年5月9日 欧阳娜娜在粉丝团分享新出炉作品 T杂志T Maxine拍摄的时尚行录 奇料一张手紧握鹦鹉的照片引起争议 她在脸书上写道 作为道具的鹦鹉 鹦鹉飞在她身边那么轻巧自然等字句 引起爱鸟人士反弹 被批评鹦鹉看起来根本不舒服 那样的握法会伤到鹦鹉的肌肉关节 及内脏 网友因此骂欧阳娜娜 原来捏爆鹦鹉也算是拍摄行录的一种手段 检举她虐待动物 2017年欧阳娜娜参加中国浙江卫视综艺节目 演员的诞生被指造假 她参加了2017年11月11日期的演员的诞生 和金马影帝刘烈演了父女秦深 和我的父亲母亲后传两场戏 事后被指造假 刘烈点评欧阳娜娜的演技 其实根本不在场 节目组却将她披进现场 导致评委实际上对着空气评论 事件曝光后 在网上引发争议 2019年3月21日下午 欧阳娜娜娜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说 我是中国人 我为我身为中国人骄傲 我永远记得我的祖籍是江西吉安 永远记着在老家祖谱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的那份感动 引发网民热议 此次发生的原因是中国北京电视台 在报道欧阳娜娜同关晓彤张子峰和文琦 一同以95后新四小花旦的身份 登上美丽佳人中国版杂志封面时 将欧阳娜娜的部分剪掉 网民随后猜测电视台此举的原因 发现欧阳娜娜的父亲 中国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 三月初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重申 不统不独不武 对一国两制无共识的主张 于是将之解读为台独言论 欧阳娜娜表明自己的爱国立场后 欧阳龙为女儿打抱不平 她认为自己所强调的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立场已经二十几年 凭这件事给女儿扣帽子 是很滑稽的事情 只称民进党因为两岸关系负起责任 2019年3月23日 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报道采访 欧阳娜娜自事件后首度受访出生 表示无论自己是台湾香港北京或是哪里 其实我都是中国人 她表示自己颇出的文字 都是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和心理化 希望可以通过自己小小的力量 作为一个00后的留学生也好 一个中国人也好 我希望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 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立场 更努力的团结起来 让祖国为我们骄傲 再度引发争议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 今天刊除题为 别给台湾艺人乱扣台独帽子的 专栏文章声援欧阳娜娜 这也代表中方昭告不会封杀欧阳娜娜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多家中国媒体昨天引述业内人士指出 广电总局已下达献鼓令 要求即日起到6月 包括武侠玄换历史神话穿越传记 宫斗等在内的所有古装题材的网剧 电视剧网络电影都不允许播出 其中已播出的撤掉所有版面 未播出的全部择日再排 据报道 这代表超过30部古装剧 将面临短期内不能开播的命运 其中欧阳娜娜主演的大主宰 也确定遭到波及 大主宰是根据中国人气小说作家 天蚕土豆的同名小说改编 而来的古装玄幻电视剧 已经杀青代播 男主角是中国天团TFBOYS的成员之一 王源 因此这一出偶像剧 深受中国年轻人的期待 欧阳娜娜近日因为被台独陷入风暴 王源与欧阳娜娜的粉丝们都担心 大主宰因此遭波及无法开播 但没有想到真正卡关的是献鼓令 对此大主宰出品公司爱奇艺的台湾有关人士尚武表示 该剧在台湾播出不会受到影响 中国爱奇艺则不愿直评 此外台湾艺人盲大陆主演的古装连续剧《狼殿下》早在2017年9月杀青 至今仍无法确定何时开播 近日也遭点名恐怕还要再等等 香港《明报》报道 虽然广电总局未正式颁布献鼓令 但昨天中国多个网络影视平台 包括优酷、爱奇艺、腾讯、土豆等 仍可以找到古装片 但数量明显减少 曾位于推荐榜上的热门古装剧《东宫》、《招摇》和《倚天屠龙记》 已全部消失踪影 颇受好评的《芈月传》和《严禧攻略》等也难觅踪迹 报道指出以优酷为例 昨天选择历史剧只剩下五部古装剧 收紧限制并非空穴来风 据报道 2018年4月 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聂晨席 在全国电视剧创作规划会上就曾指出 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随意细说曲解历史 贬损亵渎经典传统 篡改已形成共识和定论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他强调 玄幻仙霞架空演绎的古装剧 也不能为增加娱乐性吸引眼球而胡编乱造 以上是穆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请ág成guida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美国这几天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特别检察官木烈的这个 关于通俄门的教授报告 这个报告现在正在 司法部长巴尔的手中 他也以继续在看 他才能决定这份报告是完整地送给美国国会 还是部分送给美国国会 虽然之前已经有消息披露出来 这份报告之后 送交之后 不包含有进一步起诉的人 大家都知道 莫拉特别警察官进行调查以来 已经起诉了34位涉案人员 其中有6位是川普总统的亲信 那么这个如果没有新的起诉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川普总统 或者是他的团队或者是其他成员 是不是就免于法律的追究呢 我觉得还是为时不早 还是要取代于这份报告最近的内容 和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报告 有一些消息说 不但川普总统本人多少都牵涉到事情中间 而且他的女婿 尤其亲身比较深 他的女婿我们都知道 她是在川普的白宫办以了特别重要的角色 他其中有一个职务 就是负责中东事务 而中东事务最核心的 最关键的就是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 为了牵涉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美国刷血而为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些怀疑和批评 更不容易说中东的世界了 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多层的复杂性 你要了解中东问题 尤其要理解 了解 美国的以色列政策 以色列和美国这样一种盟友的关系 是以色列能够在中东这个地方 能够生存的 一个必要的基础 这种关系 当然是非常铁的 但是 美国没有想到的是 以色列和美国是盟友关系 但是 他跟另外一个美国的竞争对手 关系非常密切 现在离美国非常地头打 头痛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现在是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商业合作伙伴 他的贸易的惊认 仅仅赐予欧盟美国 而且 非常有趣的是 当美国的军舰 潜艇 或者是带有核弹头的军舰 我们进入到以色列的海军基地的时候 发现 几个港口已经 中国已经拥有了二十多年的参与管理的权力 这个使美国非常地豁大 不仅仅是这些港口 以色列的很多的企业 以色列的很多的技术 跟美国过去的合作是烫尘无走的 而以色列的反戒的机构 最近才发出特别的警告 发现很多跟美国的企业的合作 回头 又跟中国 又有合作关系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的反戒的机构 以色列的情报系统 是世界上最牛的这个系统 他要发出这个警报 下面有什么行动 有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 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 不知道 巧合的是 中国最近在以色列买了一大块地 要建立新的大使馆 而新的大使馆 接近了一些敏感的区域 其中 就有以色列最神秘的一个机构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 是以色列情报特务局 或者叫行动局 行动局 它有一个名字 叫 薩默德 薩默德是从以色列建国开始就建立起来的 直接由总理任命 从来不在内部进行提拔 也就是总理指数下面的一个情报执行机构 特务执行机构 它与以色列的情报局和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局 就是形成以色列情报系统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但是相比之下 所以 薩默德 也就是 这个 以色列的情报特务局最为隐秘 而且它的事迹 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拍成一个惊心动魄的间谍片 在很多期 大家还记得吗 1972年 摩尼海 以色列的运动员被杀害 后来就是 薩默德行动做 一个一个把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香港人一个一个杀掉 一是杀到挪威 结果杀错人了 这一下子使这个 这个摩沙德啊 一下子名声大臭 刚才我讲错了 我杀莫德应该摩沙德 就是这个情报行动局名声大臭 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停止这个行动 而且经历很巧 今天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刚刚看到消息 就是这个行动局的最重要的一位人物 艾坦 去世了 艾坦 以前是以色列的军人 建立了这个情报的特务局以后 摩沙德以后 他就驾驭了这个组织 成为这个组织的行动组的主管 以色列今天的总理说 以色列今天的总理说 他是以色列的国家英雄 而这个摩沙德也意外地出来发表一个声明 说 说是艾坦 使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是艾坦 使沙姆德怎么能量 就是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 艾坦呢 有一个外号 名字不太好听 叫臭鬼 这个人真的是其貌不扬 如果你看过关于他的纪录片和他的事迹 哇 你看 点着不敢想象 就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 是以色列的摩沙德情报特务局的最重要的一个间谍 他是什么人 艾歇曼大家还知道吗 艾歇曼就是阿伦特里面所写的《平音之恶》里面的主人公 阿伦特当时从德国逃亡到法国 从法国得到了美国一个外交官的帮助 给了他们签证 他就开始流亡 或者是居住在纽约 在六十个新学院当教授 也是普洛斯顿大学 好像是第一位女教授 他的书 在中国很有名 《平音之恶》 大家都知道 讲的就是艾歇曼 艾歇曼在首审的时候 大家对他有很多的指责 很多的控诉 但是他始终说 他是执行命令 所以 阿伦特后来写的书就是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衡的人 他由于放弃自己的是非判断力 只服从于权力 最终呢 最终呢 犯下了极其恶劣的罪行 阿伦特这个书 因为有这些独特的分析 当时引起犹太人非常的愤怒和反感 因为他当时是 作为一个特约记者 一个杂志的特约记者 在纽约开网 前往以色列去参与 埃歇曼的案件的审判 大家都认为 埃歇曼把犹太人当时候抓捕起来 然后送去执行死刑 失去生命 失去自由和囚禁 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埃歇曼后来 尽管法庭的审判有很多的瑕疵和问题 譬如说 很多的证人所指控的证词 未必能够准确地指向埃歇曼 但是埃歇曼还是被执行了极刑 也是以色列至今为止 好像唯一的一个极刑的例子 而这个事情 之所以把拉策的前军官抓起来 就是埃歇曼的功劳 当时埃歇曼大多七个人 六个人嘛 加上他在一起七个人还有六个人 到阿根廷 在阿根廷的首都 当地的一个奔驰器材公司 发现了埃歇曼的下落 埃歇曼坐巴士还是什么地方下落的时候 他们就把他抓捕了 引起了当时以色列和阿根廷的关系紧张 其实当时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进行人体试验的一个拉策的军官 但是当时埃歹曼认为说不行 不要去太麻烦 所以只抓了埃歇曼 所以埃歇曼 后来就送回到了以色列街头审判 到了后来他们 埃歹曼又到巴西区 大都行政组去追捕 进行人体试验的拉策军官 但是后来中间叫停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 埃坦的这个厉害的程度 最后面使他算是在莫萨德的职位工作 就是因为他呀 跟美军的情报官混得太熟了 太好了 在美军那里取得了大量的 积极敏感和机密的美军的情报 这一下子把这个美国激怒了 所以美国非得把他赶去 这个情报特务局不可 所以他就成为了总理内阁里面的一个成员 但是他到了晚年的时候 有时候会接受采访 但是一个老头 哈哈 拖拖被 在那个地方卖掉私底里讲 你就会感觉到 这个人 他的力量是发自于内在世界的美国力量 所以他今天的去世 92岁 以色列对他感觉到很痛惜 其实摩萨德这个情报机构干的事情 那不只是埃歇曼这个事 那当年他们偷了这个 海洛逍夫的秘密讲稿 那偷了很多的 在苏联的军事的技术 而且进行了很多的暗杀 或者是其他的行动 包括把一些 以色列的 一些犹太人 从阿拉伯世界里面研究出来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这样一个机构 叫 以色列情报特务局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摩萨德 看看他一系列的成绩蛋 吓死你了 我看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情报系统之一吧 除了CIA可能就是他了 KGB可能厉害 所以 艾坦今天去世了 使大家联想到 以色列的反戒列机构 还能不能有当年的 40年代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的那种行风 因为他们现在面临一个新的 对手 不仅只是 他们的历史上的素敌 而且有了一个新的对手 这就是中国 好了 今天的 这一期的明镜人物 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请大家随时锁定 明镜火拍节目 最新的人事的变化 全世界的各种蜂蜂人物的事情 我们都尽可能跟大家报告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关于 美国特别检察官 莫来针对 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 有没有在2016年的美国大型中间 和俄国进行勾结 来干扰选举 川普总统在 目前的整个调查过程中间 有没有 进行妨碍司法的行为 通过这份报告 我们可以发现 最主要的几点 第一点 虽然显示出来 俄国有干扰美国 2016年的总统大选的行动 但是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来 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 在这方面和俄国人进行了勾结 来影响干扰美国的总统大选 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条 第二条 莫来特别检察官所作出的报告认为 他没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使他能够作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川普有没有 因为妨碍司法的调查 干扰司法的调查 应该被起诉 他把这个权力 决定 成交给了他的上司司法部长巴尔 他的报告里面 列出来了 川普某一些干预 或者是影响司法调查的一些言行 但是 他没有作出最好的决定 而巴尔作出的决定 已经出来了 司法部长巴尔的决定是认为 川普总统的行为 不足以起诉 所以这是莫来检察官 在司法部的要求之下 做出一个非常简洁的 有力的调查报告的最主要的极点结论 这个报告已经送给了美国的国会 今天和昨天 我就已经注意到了司法部长 没有休息 星期六没有休息 今天也没有休息 那么这个结论 对于川普本人来讲 固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针对川普本人的指控 或者是不信任 或者是这个事情的争议 从此以后就争执了 因为美国的政治是中党政治 美国的政治是多权分立的政治 国会 行政当局 司法当局 法院 媒体 都有自己各自的职责 美国国会将会就这个事情 会展开进一步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 通俄门从目前来讲 从他这样一一看到的报告来讲 是没有结论显示出来 是和俄国进行了勾结 原浩宇 使川普当选了总统 这样一个报告 有多大程度上使那些反对川普的人 或者是已经不信任川普的人 相信这个报告 因为美国的民众中间 有一部分人 他们无论是支持川普 还是反对川普 他们在他们的脑子中间 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定义 固有的确认 外界的信息 无论是官方的报告 还是媒体的报告 还是媒体的报道 要去影响他们改变 决定不是那么一个淫业的事情 有一些人还是认为 只是检察官 可能没有调查到而已 因为他们始终不相信 川普能够成为美国的总统 这部分人可能检察官也拿了没办法 媒体也没拿到办法 但是这部分有多少呢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 美国的国会 会不会要求 司法部 提交特别的 完整的 调查报告 因为现在司法部 是要求 莫拉特别警察官做的是简单的 简洁的 有力的 清晰的报告 但是他的调查 进行了这么长时间 已经有 34人 在这个调查过程中间 被起诉 有的已经被定罪 其中有六位 就是川普的亲信 或者是他团队里面的核心成员 所以有一些人认为 你的团队里面这么多人有问题 你川普总统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但是对于支持川普的人来讲 从一开始就认为 这完全是欲假之罪 完全是故意早餐 美国这么大的 这么多的州 这么多的民众 在这么公开的情况之下 公正的情况之下 进行投票 怎么会受制于几个 社交媒体上的 这样一种煽动 或者是这样一种 误导 就会影响到 多数美国人的 投票的决定呢 川普总统 之所以当选 是美国健康的 正常的 而且行之有效了 这么多年的 他的选举机制 所决定出来的 一个总统 而且川普总统的 让美国 这一次伟大 得到了 美国很多民众的 内心的支持 因为他们认为 美国这些年 衰落了 美国这些年 影响力下降了 美国现在的状况 受制于 或者是 自己的官僚体系 自己的财团势力 或者说呢 适应一些 非法移民的 造成的冲击 伤害了美国 而且 美国在 跟国际交往中间 得到了 吃了很多亏 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 所以 川普一上来 全世界要钱 无论自己是网友 德国 还是小老弟 日本和韩国 当然 更主要的是包括 包括美国认定的 主要的竞争对手 中国 现在正在 打一场贸易之战 但是通俄门这个事情 这样一个调查报告 在很多的层面来讲 可能只是 政治纷争的一个开始 国会更多的法律专家 他们可能比一般的人 更能够从中 发些迫战 发些问题 提出要求 妨碍司法 在美国 是一个可态可小 有时候是 极其严重的一个罪行 本来可能 检方 警察是调查你 某一个问题 你事实上可能 某一个问题真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妨碍司法 调查 你妨碍司法 调查 过程中间所犯下的罪 可能就足够被 你就可能会被棄诉 可能受到其他的取划 所以妨碍司法 现在 多大承诺是认定 川普总统的行为 这个看国会和 法律专家怎么去解释 当然 针对川普的问题 不仅是通俄门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美国有一部分认为 应该把川普进行弹劾 有一部分认为 川普可以足够被弹劾了 但是不能弹劾 因为如果上来了彭斯副总统 他来接班 更难对付 还有人认为 你想弹劾也没用 因为你的票数不够 不管怎么样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的领导人 波罗欣 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 他说 川普不值得来弹劾 他不准备弹劾 他当然后来又改口了 除非两党有足够的共识 有压倒性的这种共识 那么他有可能会改变主意 美国马上要进行一场新的总统选举 以现在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以川普现在得到了民意的支持 川普赢得连任的可能性比较大 除非未来一段时间 发生特别意外的案件 或者是其他事情出来 而且主要的一点 是现在川普总统 看不到有一个政治对手 向他挑战有足够的力量 无论是在共和党内部 还是在民主党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候选人中间 所以到今天为止 川普总统连任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好了 明镜焦点随时给您报告最新的消息和评论 谢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欧盟在战略文件中将中国定义为体制竞争对手 不久 意大利就签约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G7成员国 引起盟友不满 结束访疫行程的习近平接着访问摩纳哥和法国 并将在下周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委会主席荣克共同会晤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周六 意大利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 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该倡议的成员国 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的重头戏 除此之外 中一两国的企业还在罗马签署了多项协议 涉及能源和钢铁等领域 据意大利副总理迪玛约透露 这些协议设计总规模达25亿欧元的经贸合作 而长远来看相关的合作总价值有望达到200亿欧元 迪玛约表示 这是意大利和意大利企业取得胜利的一天 据德新社报道 两国此次签署的合作协议 也包括允许意大利的牛精子、甜橙和冷冻猪肉出口中国的内容 此外 中国还计划投资意大利两座港口 迪里亚斯特和热亚纳 与同为欧洲重要港口的汉堡和路特丹相比 迪里亚斯特和热亚纳港口显得十分陈旧失修 对于饱受经济萧条困扰国家债台高筑的意大利来说 中国的合作热情可谓来得正是时候 意大利很多地区的基础设施陈旧 2018年8月发生的热纳亚港桥梁坍塌事故就是一例 不过对于意大利拥抱一带一路的热情 欧洲盟友大多持怀疑态度 德国外长马斯在接受周日世界报采访时说 如果有个别国家认为自己可以精明的与中国人做生意的话 最终他们很可能是大吃一惊 有朝一日在已经陷入依赖性之后才幡然觉醒 这位来自社民党的外交部长认为 面对中国、俄罗斯或者美国这样的巨人 欧洲国家只有在欧盟的框架下统一行动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 习近平在结束意大利的行程之后 周日抵达摩纳哥访问 会见阿尔贝二世亲王 摩纳哥电信已经在2018年9月和华为公司签署了5G网络合作协议 据法国世界报报道 华为计划将摩纳哥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全面覆盖5G的国家 摩纳哥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 但是也使用欧元 周日晚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法国尼斯 法国总统马克龙携夫人布里吉特接待了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周二由马克龙出面邀请习近平将在法国的巴黎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举行会谈 另据美国之音中文网马克龙近期多次提到中国崛起对欧洲的挑战 是欧盟中对中国政府批评最为强烈的领导人之一 他星期四在布鲁塞尔说 欧盟和中国虽然可以在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多边合作等领域进行合作 但同时欧盟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所带来的挑战 他说现实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 中国已经不是从前的中国 他说让中国企业收购欧盟港口等基础设施 一直是一个战略错误 法新社星期天报道说 预计马克龙将在和习近平的会晤中提出中国的强迫技术转让问题 并呼吁中国给予欧洲互惠的市场准入 中国多年来一直在非洲进行大量投资 令很多国家深陷债务陷阱 马克龙的顾问对法新社说 马克龙可能会向习近平提出要确保中国投资的项目是公平的 并探讨法国公司参与一些项目的机会 中国星期六和意大利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是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 但习近平的报复似乎并不仅是如此 他在抵达法国前夕 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署名文章 其中两次提到一带一路 呼吁法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还说两国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意味着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正在顺利推进 此外法新社星期天还报道说 法国计划在习近平的这次访问中 提及中国在新疆大规模违反人权的问题 但目前还不清楚马克龙是否会如人权组织呼吁的那样 当面向习近平提出新疆再教育营的问题 或只是在其他场合由其他官员提及 预计在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 两国将签署一系列经贸协议 其中包括在核电站清洁能源和航空等领域 利润丰厚的合同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搞定意大利 习近平喊话法国一带一路等你 请看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开始对法国正式访问 习近平到法国前于法国媒体投书 强调两国长久情谊 期望与法国共同对抗保护主义 在各个领域深化交流 并促进一带一路架构下的合作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 习近平投书法媒判促进一带一路架构下合作 报道说习近平出访意大利摩纳哥及法国将于24日到26日访问法国 这是习近平第二度到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上次是在2014年 法国费加罗报网络版于22日晚间刊登习近平的投书 习近平表示他抱着对法国的诚治感情再度来访 这份感情来自中国人民和他个人对拥有独特魅力的法国历史及文化的赞叹 也来自对中国与法国文明相互充实的着迷 据习近平表示 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透过会面电话联络及信件往来在工作上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两国都观察到政治互信加深高层交流更密集 在超过30项对话机制上维持良好沟通 包括战略对话高级别经济对话及人才交流对话等 据习近平投书指出 中法两国在重要国际议题上的看法更集中 在联合国及20国集团合作良好 一起成为区域热点寻找和平解决方式 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发展上发挥重要影响力 习近平说 中国与法国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 在过去5年来 年度双边贸易规模增加超过130亿美元 双向投资增加超过200亿美元 法国牛肉等优良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台山核电站作为中法合作的成果 有全球首座商转的欧洲压水式反应炉 据习近平投书指出 中法双方在永续发展金融健康领域的潜在合作机会持续浮现 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发展兴旺 可作为一带一路架构下合作进展的例子 另外在教育观光文化上的人员交流也很密集 据习近平说在一个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变的时代 虽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及风险 却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 中国作为法国的全球战略伙伴 希望共同前进抓住历史机会 透过合作及加强战略互信接受挑战 走上更有前途的共同发展及繁荣的道路 要实现这个愿景有四项要素 包括独立自主开放共赢包容互建及责任担当 据习近平在法国费加罗报投鼠表示 中国持续推动开放的改革政策 与法国共同对抗保护主义 支持建设开放的世界经济 促进更开放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化经济 也会与法国在核能航太领域全面加深合作 积极发展农业和创新领域的合作 还要促进一带一路架构下的合作 及第三方市场的伙伴关系 报道引述习近平表示 两国分别代表东方和西方文明 未来可在文化观光教育运动地方组织 及年轻人交流上再进一步 另外人类此刻处于交叉路口 大国有责任要承担 中国与法国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国 应加强商议捍卫多边主义 维护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规范 为世界稳定繁荣做出贡献 据习近平投书最后提到 中国有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法国作家余果也说过 改变一切旨在朝夕 今天在这个新的历史性起点 中国希望与法国一起勇往直前 在双边合作中实现更耀眼的成果 报道说马克龙另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 及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容克 一起与习近平会面 期望欧盟与中国在多边主义 落实巴黎气候协议等议题上 找到共识 习近平70亿欧元大单来了 人权问题不是个事 请看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带来的70亿欧元大单面前 什么棘手的人权问题都得靠边站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星期四3月21日抵达意大利 进行三天访问的习近平受到皇家般的欢迎 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 习近平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在总统府奎里纳来宫举行会谈 在随后的共同记者会上 马塔雷拉从古老的丝绸之路 谈到习近平主导的一带一路 对这一股一金的丝绸之路不吝赞美之词 当着习近平的面 马塔雷拉还是提到了 可能让中方觉得刺耳的人权二字 但如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 马塔雷拉说 鉴于意大利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义务 我希望继去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欧盟中国人权对话后 在即将与布鲁塞尔举行的欧中人权对话上继续 就这些重要问题展开建设性对话 习近平对这番表述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欧盟与北京在人权领议的这一对话机制 长期以来为人诟病 批评人士说自1997年创立以来 对话没有取得过任何实质效果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说 欧盟领导人将人权问题降格制这个低级别的论坛 却不在高层会议上公开挑战中国领导人 星期六是习近平意大利执行的重头戏 他与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至此意大利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国家 几十家意大利企业也与中国企业签署协议 这三十多项协议价值共计70亿欧元涉及多个领域 包括向中国企业开放意大利北部的两个港口 意大利渴望获得新的基础设施 并急于通过改变与中国的经贸平衡来提振经济 这个星期欧盟还就多方面议题与中国开展一系列高层讨论 在与中国官员面对面时 欧盟官员也和意大利总统一样对中方表现的异常温顺 欧盟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为亲爱的朋友 谈及人权问题时他只是说这是双方看法不同的领域之一 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认为莫盖里尼的暧昧立场令人失望 他说如果欧盟领导人真心想要中国政府尊重和促进人权 他们应该从那些勇敢的为中国人权付出高昂代价的人们身上受到启发 狠狠的毫无歉意的支持他们 结束意大利访问后 习近平将飞往法国和摩纳哥 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五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他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习近平 要求中方允许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实地考察 并无条件释放非法拘禁的人权捍卫者和意见人士 厉害了中国拒绝向美国数字贸易要求让步 请看报道 美国和中国官员均表示贸易谈判有所进展之际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拒绝在美国有关放宽数字贸易的要求上让步 金融时报说 美国来自三个了解美中谈判情况的消息来源透露 美国要求中国停止对外国的电脑云计算等高科技公司的歧视 不再硬性要求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必须把数据存在中国 以及放松向海外传输数据的限制 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 白宫宣布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3月28日在北京举行 白宫将派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率代表团赴北京参加美中第八轮贸易谈判 金融时报援引消息来源说 中国针对数字贸易提出了一个建议 但是美国不满意 要求北京做出更具体的承诺 中国随后收回了这项建议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一直抱怨中国对公司的独立运营施加过多限制 希望这次美中贸易谈判能够消除有关障碍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表示 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双方看来可能达成一项最终的贸易协议 但是他本周早些时候表示 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保持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 以确保中国遵守未来可能达成的协议 延城化工事件江苏官场塌了 请看报道 江苏延城祥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的添加仪化工有限公司 21日下午发生爆炸事故 官媒直指这场惊天一爆是人祸不是天灾 在欧洲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处理下达指示 媒体评论指事故已炸向江苏官场将有不少官员负起责任 各界正关注后续发展 据联合新闻网消息 延城惊天一爆炸向江苏官场 报道说 江苏延城祥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的添加仪化工有限公司 21日下午发生爆炸事故 官方的央视指截至24日上午7时 事故已造成64人死亡 21名正在抢救中的危重伤者 73名重伤者以及500多名清伤住院者 另有28人失联 据报道说 中共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建指出 事发地陈家港化工园区早已劣迹斑斑 自2007年起该园区内至少发生过4起爆炸泄漏和火灾事故 资料还显示从2017年到2018年 出事的添加仪公司 曾多次被沿城市环保局和降水县环保局行政处罚 累计罚款至少人民币101万元 据长安建怒批 这起爆炸事故就是形势主义作祟 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根据降水县政府官网讯息 自3月1日至14日的近半个月内 该县领导通过走访调研召开会议等方式 先后四次提及有关工业安全生产等问题 要求问题企业一律停产整改 讽刺的是爆炸当天 当地还举行安全生产培训专题讲座 报道说事故发生后 正在出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即发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去年7月外访时也发生吉林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 习近平回国后随即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 严厉处置涉事官员 预料这次江苏省将有不少官员被问责 每年3亿美元华为对全球大学持续渗透 尽管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学术机构停止 与中国电信集团华为合作 但华为仍然持续扩大投资外国大学 每年投资逾3亿美元 华为董事徐文伟上周五接受访问时首次透露 华为每年斥资逾3亿美元与大学结盟及提供大学资金 徐文伟说我们与大学的合作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 不仅不会停止还会扩大 随着美国政府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华为窃取美国技术 和违反美国对伊朗寄出的制裁 史丹夫大学和牛津大学等美国及英国数座经营大学 近几个月已经停止与华为合作并拒绝接受华为资金 徐文伟表示大学停止与华为合作影响不大 这些大学遭到干涉 徐文伟说他们认为与华为合作是双赢 但他们暂时停止合作 徐文伟表示华为于80%对美国大学投资 被归类为捐款或用于基础研究的资金 这些钱未附带条件 徐文伟说华为不需要成果和拥有权 华为也未要求学生毕业后进入华为 我们持完全开放的态度 华为员工用苹果重罚 孟晚舟却全套苹果装备 中国的华为公司 对员工使用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十分敏感 曾经处罚使用过苹果手机 在推特上发送新年问候的员工 不过看来可能对目前在加拿大 已获保释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网开一面 加拿大法庭文件显示 孟晚舟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捕时 携带有一部iPhone 7 Plus手机 一台MacBook Air笔记本电脑 和一部iPad Pro平板电脑 法庭文件披露 孟晚舟的律师向法院提交申请 要求获取这些设备上存储的数据副本 然后将这些电子设备封存 加拿大司法部说 检察官同意了这个要求 华为公司对员工使用竞争对手 苹果公司的产品限制 今年1月成为新闻 华为两名员工使用iPhone 发送祝贺新年的推文 结果职务被降低一级 月薪降低5000元人民币 华为公司的一名高级副总裁说 这两人的做法损害了华为品牌 华为手机2018年的销售量超过苹果手机 名列世界第二 而且又成为世界第一的势头 不过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看来仍对苹果产品挺有独钟 加拿大的法院文件显示 孟晚舟在被捕时携带的电子设备 除了一部华为Mate20RS手机之外 都是苹果产品 王立军曾用网红桌椅将被拍卖 请看报道 美国驻外机构经费有限 川普上台后更是捉襟见肘 近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及驻武汉总领事馆 分别在微博发布公告 拍卖领事馆财产 包括家具电器及车辆等 有传拍卖品中 包括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 在要求政治庇护时使用过的桌椅 另拍卖平天焦点 据苹果日报消息 2012年1月6日 因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起争端 被驳免去公安局长改任副市长的 王立军判新发作 跑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 但被拒 王在领事馆待了一夜后自行离去 被中共国安部代反北京 此外 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日前 也在官方微博发布公告 宣称将拍卖两辆别克公路车 车龄分别为9年及10年 目前梁领馆均未公开拍卖品价格 有趣的是 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的华裔妻子 庄祖仪 近日在微信发表 我不是官太太网文 透露美国驻外机构经费拮据问题 提到她与丈夫经常绞尽脑汁节省开支 有时甚至要用自己的稿费和街头演出打赏 为到访的嘉宾准备餐饮 我从来不用也买不起名牌 且惯性觉得东西买的便宜比买的贵更值得炫耀 庄直言这非小气 而是身处美国国务院体系下不富不贵的实况 她指成都领事馆共170多人 带外交经费捉襟见肘 甚至比不上成都地方机构 她举例说去年底领事馆承办一场接待 28位中外贵宾的自助晚餐 但当时经费差不多用完 每位来宾预算只有60元人民币 为了节约又不输排场 她以厨艺弥补高档食材从缺 尽量让肉类海鲜和中西小点面面俱到 最后结算不包酒水共花了630元 人均22.5元 她又好气又好笑地表示 算是用血汗赞助美国政府吧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政府拘留以后 家中关系持续恶化 而中国为了报复先是在今年1月 把在中国贩毒的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该判死刑 接着又以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安为理由 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以及商人史派佛 而中国海关总署最近也取消加国农业公司的 借花种子进口许可 种种报复行为之下 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赵普 22日建议沃泰华政府采取报复行动 把正在加拿大备战2022北京冬奥的中国运动员驱逐出境 曾和康明凯共事过的赵普呼吁加拿大政府硬起来 并指出在贸易方面加拿大正损失数十亿的家园 现在这是时候展示加拿大的不满了 根据了解中国是加拿大借花种子的主要市场 每年出口价值约21亿美元的借花种子到中国 占总出口量的40% 中国海关总署声称 加拿大的借花子卧物中验出多种有害生物 因此下令全面停止交易 不过且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马大为认为 北京进来的一连串行动 与孟晚舟被拘留仪式绝对有关 美国政府开始回堵华为以来 华为也强化了在当地的公关公事 根据美国之音 美国华为公司高薪聘请两家美国公关公司 为挽回华为的形象展开公关游说 并提供法律服务 这也是美国公司首次在联邦司法部登记 为华为的海外代理 根据了解这两家公司分别是 瑞斯伯多和科恩沃尔夫 后者将和商业伙伴媒体影响人士 和关键舆论领袖合作 改善华为在美国的声誉 瑞斯伯多的任务则是访问分析人士 影响人士和媒体就客户立场起草 针对政策制定人立法议员的教育内容 但不与政府官员直接接触 华为海外争议的关键在于公司是否 听命于中国政府 反映政治中心指出 两家美国公司的注册 并没有暗示华为受到中国政府的直接控制 两家公关公司同时表示 已经要求华为证实 华为不受到外国政府的监督 没有外国政府的股份 不存在外国政府的资助 控制或是补贴等 但还没有获得证实 意大利当地时间3月23日 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网络 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签署 这项倡议的成员 同时中国和意大利的企业 3月23日也签署了多项协议 包括能源、钢铁和天然气管道等行业 意大利政府消息来源指出 两国经贸合作协议 总金额可能高达200亿欧元 但意大利媒体报道 总金额大约在50亿欧元左右 习近平正在对意大利 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同一时间法国、德国和欧盟领导人 正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峰会 试图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联盟 和美国紧缩的动荡时代 找到方向并维持实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五表示 中国在利用欧洲的分歧 面对中国欧盟必须觉醒 但有分析认为 欧洲要暂时阻止中国的分化 说的恐怕比做的容易 习近平访问欧洲之际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多数欧洲人并不信任习近平 有能力正确处理国际事务 并依然赞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 22日公布去年春天 在欧洲十国进行的民意调查 在问到你是否信任习近平 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问题时 接受调查的西班牙民众 有79%回答不信任 法国接受调查民众 69%不信任 意大利则是64% 而在英国受访者信任 和不信任的比例持平 都是49% 在回答美国和中国究竟 谁是世界首要经济强国时 民调比例相对接近 瑞典 荷兰 英国 德国 和西班牙受访民众 多数认为中国是首要经济强国 波兰 法国 西班牙 希腊 和意大利的受访民众 则认为是美国 其中认为是中国的比例 在德国最高有53% 认为是美国的比例 在匈牙利最高有52% 不过在回答哪个国家 作为首要经济强国 对世界更好 民调的比例出现拉大 大多数民众认为 美国作为首要经济强国 会对世界更好 这个比例在瑞典 受访者高达76% 荷兰71% 英国67% 法国65% 德国58% 认为中国作为首要经济强国 对世界更好的比例 最高不超过26% 分别是西班牙和希腊 研究中心指出 这10个欧洲国家 2005年以来都接受过 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 其中又以英国高居榜售 达到850亿美元 法国和意大利其次 然而这10个国家 30%的民众依然认为 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 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威胁 再看到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高喊扩大开放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示 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 真诚希望扩大进口 并指出为了将持续缩减贸易负面清单 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 中央社综合中国媒体报导 韩正今天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年年会开幕式上 重申经济政策方向 他表示全中国的负面清单 和自贸区的清单越来越接近 今年自贸区的成功经验 将继续在全国进一步推广 中国还将对全国的负面清单 和自贸区的负面清单 进一步压缩 韩正表示 中国已经深刻体认到 要实现自身发展 必须全面扩大开放 并表示目前中国已经推出 一系列的重大开放措施 下一步将继续缩 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 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 最后看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出 为了进入美国名校 大批中国学生不惜花大钱 在硬考和入学申请等方面 走侧门涉嫌舞弊 报道指出 随着美国大学 中国学生人数越来越多 中国学生涉及的 考试舞弊行为也在增加 就在上周 有5名加州居民被逮捕 罪名是代替 40多名中国学生 参加英语考试 帮助他们获得 来美国的学生签证 一个涉及此类舞弊操作的人 在波士顿一家联邦法庭出庭时表示 为了保证进入美国名校 他为国际学生开了侧门 所谓的侧门包括 与中国境内的人进行代理合作 瞄准急于把子女送进 美国名校的中国有钱家长 报道指出 一名中国学生的家长 付了9万美元 聘请一名辅导代理 代理保证申请 会被排名前60的 美国大学的3到5所录取 根据了解这类辅导公司 目前在中国就有几百家 在2016年价值就高达39亿美元 不过报道也特别强调 很多中国学生 都是透过自己勤奋努力 争取来美国就读 申请辅导也不一定表示 学生就没有能力独立申请 但中国学生来美国就读的商业辅导 确实存在欺诈行为 值得关注 请不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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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 直播 舞台 入省 訊者 明明 全 没